這個直接輸出了 不過說真的 這樣已經很好用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說真的 也沒有人真的很認真去點下去 有沒有 所以除非你學過 不然的話 誰還會管說 你裡面到底是輸出公式 還是輸出結果 對 但是如果你比較內行的人 OK 你有學過 像我就會習慣點一下 這到底他是用什麼方式輸出的 如果你用這個輸出的話 第一個 它的效率應該是比較差 第二個的話呢 你用這樣很厲害 尤其是資料量越多的話 目前我們這個是看不出來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很多欄 一堆東西 那不是塞了一堆東西進來 所以還是會需要注意這一點 那怎麼辦 就是必須什麼 把它改裝一下 把輸出公式 改裝成輸出結果 那輸出結果的差別 就是你必須把這個邏輯 真的變成VBA 有沒有 那變的過程 其實剛剛有講過 OK 那只是我們換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最大會有問題的 第一個 就是Find 我們剛剛是那個 怎麼講 那個Texter改成Format 對不對 主要原因是 Essale裡面的函數 跟VBA裡面的函數 其實 有部分一樣 但是有部分不一樣 所以如果比較 Essale裡面的函數 跟VBA裡面的函數 像Find函數 我會把它改成另外一個 叫InStreet 這個In的話 在那個 Street的話 是自串 所以意思就是 在那個自串裡面 幫我找什麼資料 的意思 OK 那第二個的話 在VBA裡面 Essale是用Mid VBA裡面也是Mid 所以不用改 第三個的話 如果換了IfAir IfAir比較麻煩 因為VBA裡面沒有IfAir 它只有If 它沒有Air 所以怎麼辦 是要想辦法 所以這個地方 有三個地方要必須 變更一下 那變更的方法 我大概提 提供給各位參考我的想法 OK 改的方法大家注意 第一個 一樣 所以怎麼改比較快 1 我一樣把這個 複製貼過來 然後把什麼 把底線公司拿掉 跟剛剛一樣 這樣不是會有一個Sub 叫刮鬍自串 那未來可以對應到哪 對應到那個按鈕部分 這邊已經按鈕了 OK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 我將來的回圈範圍一樣 輸出的東西 乾脆先把它改成一個空自串 只是說 我要輸出部分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撰寫 這個部分的規則 首先的話 要找前刮鬍的位置 有沒有 那我們在剛剛公司裡面 找前刮鬍的位置就用fine 可是如果在VBA裡面 跟各位講 VBA裡面到底用哪一個函數取代 我剛剛講過了 因為我們有前刮鬍跟後刮鬍 但VBA有個好處 就是你可以產生變數 那什麼叫變數 就是你可以暫時把那個什麼 就是前刮鬍的位置 比如說3 那個數字 先存在A這個變數 這個A的名稱自己取的 你叫別的也可以 叫X叫Y都沒關係 OK A等於什麼呢 再來一個問題 如果你實在是不知道說 VBA裡面有哪些函數可以用的話 你可以這樣 打一個VBA A點 那為什麼我知道哪個函數可以用 因為這樣 我就是直接在裡面找 比如說我找到一個叫 I N 有沒有 它會跳 STR這個 那我其實有的 因為之前可能有在別的地方 看過類似的東西 我想這個 OK 如果我不確定的話 有個方法 教各位 就是 你不用到坊間找書籍 其實呢 在以色列本身 VBA就有一個電子書了 官方版的 那只是說一般人 不太知道 你就按F1 你按 有沒有要放上面對不對 按一個F1 它就會跳到那個 官方版的 所謂的官方的說明裡面 只是說這個說明 有個缺點 就翻譯得很爛 所以你不要認真看 認真看反而看不懂 你一定要略看 OK 那有些關鍵字 大家知道 那這邊有 這個應該看得懂吧 會傳為一個變數 是Long Long的話就是一個數字 然後指定在另外一個數字 某個字串內 某個字串的第一個出現位置 天啊 不要認真看 認真看 你真的頭暈了 這什麼 什麼 這錯文應該沒有學好吧 不過後來應該是什麼 直接用暈翻中的吧 對齁 不過應該懂它邏輯就可以了 那它主要是什麼 它在那個裡面 有點像φ函數 只是說φ函數 例如 是先找錢瓜糊 再去那個字裡面找 那E3剛好顛倒 先給它那個字 再去找後瓜糊 所以大概是這樣 我大概閱讀裡面的說明是這樣 相關的傳回參數 如果有需要的話 自己稍微看一下 還有一個部分 你可以往這邊有沒有 它有個menu 這個menu部分的話就是說 所有VBA裡面所有的函數 通通都在這邊 這邊裡面 也就是說呢 VBA到底有多少個函數 其實都在這裡 可是你想說 老師這邊叫函數耶 這是翻譯的關係 它其實你也可以把它翻成函數 當然這因為不同意啦 不過你知道一下 這裡面從array一直到底下 總共我算過到100多個吧 那Excel的函數大概250幾個 所以看起來Excel函數比較多 也就是說 有一些Excel做得到的 但VBA裡面沒有 OK 不過目前來看 那個尋找函數可以用In3 那我們知道說In3的使用方法 錢瓜糊 還有一點 同學最常問到的 這個VBA點 跟各位講一下 打跟不打都可以 那為什麼我會打 因為有時候我偷懶 VBA點嘛 反正它會跳出來讓你選 一定不會選錯 OK 但是如果你自己打In3 有時候拼錯字啦 OK喔 所以這個是一種習慣問題 反正你就要想個辦法 不要讓自己打錯程式就好 像剛剛順便講 像剛剛同學 有這個像Sales最常出現錯誤 可是你會發現我打字的時候 常常我都打小寫 但是如果你移開它會變大寫 表示你沒打錯字 但如果你會發現 如果你沒打錯 你會發現都小寫對不對 移開的話怎麼樣 它的C有沒有 會變怎麼樣 大寫 這也是一種 避免打錯程式的方法吧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為什麼 我什麼打都不會錯 因為我全部都打小寫 然後我看一下我的手勢 有沒有變大寫 如果它沒有變大寫 那表示我打錯了 我再去Check 不就OK了嗎 對不對喔 所以你要想個方法 不要讓自己打錯 就是好方法 那你會發現 打程式還蠻愉快的耶 程式全部OK了 然後一Run也搞定了 那一般人可能會想說 要花好幾天的時間 可是你程式寫完 你根本花不了一兩個小時 那你就可以怎樣 很多時間了嘛 對 那再來你在做什麼 那就看你自己了 對不對 OK 那再來的話 這個地方我剛剛講過 In3剛好是跟Find函數顛倒 所以呢 先什麼 先去問他 跟他講說去哪邊找 去我們的A欄裡面找 所以我就Salesidea的A欄 把這個複製過來改成A 有沒有 然後找什麼呢 逗點 找錢瓜糊的位置 然後一樣的道理 把這一行複製一下 把它改成B好了 然後找什麼 找後瓜糊位置 那這樣不就有錢瓜糊後瓜糊了 那道理跟剛剛那個蠻像 這是因為那個 我們用Israel公式裡面 它不能用變數 所以不能用變數的話 變成你一定要抽那麼長一串 那反而VPA這個地方有個變數 可以讓程式比較好表達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邏輯吧 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我不用變數可不可以啊 當然你可以把變一樣 跟那個串很長一串 我覺得比較容易做錯啦 再來做什麼呢 輸出什麼 這個地方的話 再來就是Find的部分搞定了 再來就是Mid Mid的話 其實在VBA裡面一樣 它的名稱也會有個Mid 有沒有 MID一模一樣 錢瓜糊 它也是會跟你要三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你的字在哪裡 我的字是在A欄 所以你幫我把A欄的東西 做什麼是呢 第二個參數是 STAR 其實就是STAR欄 哪一個字開始啊 從錢瓜糊的位置加1 怎麼表示 錢瓜糊位置在哪裡 A嘛對不對 A怎麼樣 加1嘛 逗點 然後呢 幾個字 你們剛剛是後瓜糊位置就B嘛 減掉錢瓜糊位置 減掉錢瓜糊位置 減1 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其實概念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們解決了第二個問題 那第三個問題是什麼 如果發生錯誤 什麼錯誤呢 就是他找不到A也找不到B的話 跟各位講 如果找不到 那個錢瓜糊找不到後瓜糊 在Find裡面會發生錯誤 可是如果是intree的話 他如果找不到的話 A跟B會放0 那因為那個 我剛剛是按捷幅外 裡面他有講 OK 所以你們可以細部再看一下 那如果是找到的話 會是給3 給9 那如果找不到像這個的話 還是0 所以如果我要避免錯誤的話 我可以在做切割字串之前 先做一個邏輯判斷 什麼判斷呢 如果if 就是 因為沒有ifal 所以我們有if if什麼呢 如果 A 假如等於0的話 那表示是找不到 就沒有錢瓜糊 那我要什麼時候要切割呢 就是當那個 A 其實應該A或B 不過其實我們拿A來當代表就可以 A如果不等於 這個是等於對不對 不等於的話 記得在VBA 不等於是小於 跟大於 這個叫不等於 不等於0的時候 表示說呢 它裡面是有錢瓜糊的 也有後瓜糊的 狀況下 空一格然後 then 那if的話一定是成對的 所以就像Fornet 有頭有尾 那個if的話是 如果 條件 這個是條件 然後 然後做什麼 記得 請你把要做的事情 放在裡面 放在這個裡 有點像是 你去搭結 一樣 你有刷卡進去 你沒有刷卡 或者卡沒錢 進不去 所以呢 這個if 有點像是一個閘門 如果 符合這個條件的 A不等於0 表示有刷糊 我們才去切割 那你想說 如果我裡面沒有刷糊的話怎麼辦呢 它意思是跳過的意思 跳過是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所以程式我們就寫完了 那大概有三個地方嘛 第一個fine 我們用什麼 用in3去代替 所以第一個 第二個mid的話 其實一模一樣不用改 ifl的話呢 就用什麼 if 這個條件 有沒有 為true的時候 才去做切割 那我們做完之後 來看一下 理論上 執行給各位看 這個是先清 先清楚 先清掉 然後跑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出來了 那游標放進去 你會發現這邊是空的 這邊只有第三屆冠軍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你就不會像剛剛那個輸出公式 它會多很多一堆的公式在裡面 但是缺點就是說 你必須要再多學 這個VBA裡面的in3跟這個邏輯 那個邏輯非常重要 後面還會再反覆出現 OK 大概是這樣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地方相對是比較困難一點點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程式的話呢 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也有 所以如果你想要參考的話 可以參考雲端白板上面的 第四頁的地方 我剛剛打的程式上面都有 試一下喔